早在两年多以前到期版本时,就有所谓的内鬼爆料 说是在虚迷版本之前将会开放翘音庄 翘音庄是连接黎月和虚迷的必经之路 结果不出意外,这所谓的爆料根本就是营销号胡编乱造的 然后在虚迷版本中期,这些自称内鬼的营销号又出来造谣 套路也是跟一年前一样 说在封单版本之前将会开放翘音庄 旅行者将会从翘音庄走水路前往封单 好在翘音庄马上在4.4版本失装 不然再过一段时间 恐怕翘音庄又会在营销号嘴里变成蓄迷前往纳塔的必经之路 直接把翘音庄的国籍给改了 不得不说,陈玉古、翘音庄 这些在游戏早期就已经出现的地名 真是给营销号提供了大量素材 不过在游戏中,已经被多次提及 但并未开放的地图远远不止陈玉古和翘音庄 玩家习惯把这种类型的区域称之为卫星地图 这期视频就盘点一下原神中还有哪些没开放的卫星地图 按照顺序先从蒙德开始说 第一个也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区域 蒲公英海 这是在游戏开服就已经在放卫星的区域 在蒙德城大门口旁边 这个叫萨基的小孩最先提到的蒲公英海 他说他在书里看到的 在蒙德的某处有一片很大的蒲公英海 里面有会说话的狐狸 应该就是从这本书里看到的 不过萨基旁边的两个大人又说 蒲公英海是书里虚构的,应该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在蒙德普通人的认知里 蒲公英海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这片区域大概率不会在地图上显示出来 可能是类似冤下宫那种地图 需要通过特殊的方法才能进入 也有可能是类似金兵果群岛那种现实活动地图 总之我个人还是特别期待蒲公英海这个区域的 听名字就能感受到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 然后是京福港 这也是在游戏早期就被提到的区域 根据各种线索可以推测 京福港的位置应该在蒙德比较靠北的区域 至于是东北还是西北就不太好说了 但是我个人感觉 马斯克郊应该是提瓦特的最东边 相对应的 蒙德的东北方向应该是比较贫瘠的区域 从贸易往来等因素考虑 京福港应该是在蒙德的西北方向或者正北方 这样走水路可以通往至东 丰丹以及黎月的伊隆布 接下来再说一下黎月为开放区域 在游戏初期 黎月的卫星地图是最多的 比如岑岩巨渊 翘银庄 伊隆布 陈玉谷等等地名 但随着4.4新地图的开放 黎月的卫星地图也所剩无几了 目前玩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也就是黑岩场 目前关于黑岩场的情报比较少 有一个叫黑岩之困的世界任务 里面也没有提到永远的信息 目前知道黑岩场大概在这片区域 其他的信息就几乎没有了 然后是黎月另一个有可能会出的区域 海神宫 这个地名出自书籍绝云纪文 除了这里 暂时没发现其他关于海神宫的信息 关于海神宫的地点也无法推测 所以只能说有可能会出海神宫这个地图 接下来再说一下道七 目前道七的地图应该是全都出完了 游戏中也没有提到过道七还有其他区域 有些玩家可能想说道七还有一个暗之外海 但是从目前游戏中的信息来看 暗之外海并不属于道七区域 严格来说它甚至都不属于提瓦特 暗之外海是气质阵管辖范围之外的区域 我个人觉得后面应该不会出暗之外海这个区域 起码在提瓦特篇章中不会出现 不过道七可能还真有没出的区域 在大赛里的咒语中有这样一句话 冬至金渊 西达近海 南至阎光 北达弱水 推测这句话应该指的是提瓦特大陆的四个边境 这四个地方目前游戏中提到过的 只有西达近海的经济海 没有其他三个地方的任何相关信息 但是看提瓦特地图道七在最南端 而我们站在青睐岛向南看 也确实能看到阎光的景象 所以不排除以后道七会出一个和阎光有关的区域 虚迷的情况和道七一样 目前游戏中也没有关于虚迷的卫星地图 以后会不会出虚迷的新地图不得而知 然后是丰丹 当前丰丹七天神像和陆景泉还没满级 所以丰丹肯定还会有新地图 从目前丰丹的地图来看 有一个芒索斯山东路 相对应的应该还有一个芒索斯山西路 在之前的任务中泽维尔说 他的故乡叫佩特利可镇 无像水的掉落物也提到过佩特利可这个名字 水线十字任务里雷内也去过佩特利可镇 所以在4.5和4.6版本 丰丹的新地图应该有佩特利可镇这个区域 最后一个卫星地图 就是众所知州的近济海 应该是在纳塔区域 当然如果不出意外 像天空岛和凯瑞亚 在未来也会和大家见面 以上是我个人盘点的游戏中 有提到过的卫星地图 视频的最后 请大家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